多少人都會購買維他命D 作為預防骨質疏鬆的保健品 但美國找來兩萬五千多名 五十歲以上男性和五十五歲以上女性 分別作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做研究 實驗組每天吃兩千單位的維他命D 另外對照組則每天吃安慰劑 研究共進行了約五年四個月 發現吃了維他命D並未降低骨折風險 我們補充的蓋子它是屬於脆性的部分 這個時候對於骨折的預防 其實不是很有效用 最好是它能夠兼具能夠有增加它的弹性 膠質之類的 人體骨骼大約會在三十歲達到高峰之後 骨量就會逐漸減少 尤其女性在停經後骨量流失速度更快 專家強調骨質疏鬆患者無法單獨使用維他命D來預防骨折 應停止服用維他命D來預防嚴重疾病或延長壽命 我們做的測量是一個比較客觀 比較標準的一個工具 讓我們知道是不是確實有骨質疏鬆的情況 你有去運動 你有適當的肌力 肌肉也可以相對可以保護骨頭 也會降低骨折的風險 小減緩股量流失 除了均衡飲食醫師也建議可以做上肢核心訓練 騎腳踏車或飛輪 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才能有強健的激勵保護骨質 減少骨質疏鬆造成的傷害 記者林鎮堅陳佳倫台北參訪不到